所以你會發現,因為外面這個,它外面是一個大瓜糊 所以外面我就是用Jason Rose,把這個字串載進來 然後前面我都用了變數名稱,因為大瓜糊,所以我習慣用DICT 然後第一個,如果是最外面就是第一個大瓜糊 那第二個就DICT2,三個就DICT3 好處就是,反正一層一層一層,總不會搞錯,OK 如果你覺得這個方法好,你就演用 如果你覺得這個方法不好,你有別的方法,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寫,甚至你覺得DICT太長,你就D1就可以了,對不對 可以啊,然後,所以這個對應關係是這樣 外面這個是大瓜糊,所以我這邊用一個DICT的物件名稱 然後並且配合Jason Rose 因為它是大瓜糊,所以我把它載進來 載進來之後呢,就把一個字串,變成一個字典 第一副 第二個的話,我要取得這個RECORTS,所以我用GET的方法 那怎麼GET呢? 透過DICT1,這個字典裡面有一個方法叫GET的方法 把它GET到了 然後我得到的就是後面,你明白這個是中瓜糊 也就是說這個RECORTS裡面呢,它就是有一個串列 這個串列裡面呢,總共有78個ITEM 78個項目 然後我就跑個,所以78個你要一個取回來 就跑個回圈 然後呢,可是問題裡面呢,又是一個一個大瓜糊 OK,那就字典 所以喔,後面加一個點Values 就是取得後面的資料 如果假如沒有點Values的話 它就變Key跟Values,通通會過來 那得到的就是大瓜糊,而不是中瓜糊 這個我想 可以再次 剛剛主要就是在講到那個轉為CSV啦 這個比較簡單,這個前面我們做過蠻多練習的 那再來的話呢,我們就是想要把它存成什麼呢 乾脆存成那個Excel 可是存成Excel的話,可能會有幾個地方要注意的 首先的話呢,我前面有講過嘛 我們第一個,這個有個式的一個圖啦 假設這樣,這個中間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Data 前面的部分就是它Index Index就是它什麼 它的側站,有沒有 側站名稱嘛 然後上面的話就Column 那Column沒有A1喔 所以A欄沒有欄位名稱 這個沒辦法,這是它的規則 你說老師可不可以加K可以補一下嗎 是可以啦 可是你變成說你存檔之後 你自己加A1再補一下資料 OK 好,所以喔 我們這個地方呢 假設要產生這個三個東西 那底下喔 我假設要存成什麼 存成一個Excel檔 那就照上個禮拜講的 所以喔 接下來我們如果要存成Excel的話 存成Excel OK 所以呢,我會需要三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就是Data 中間這一塊 那Data這一塊我怎麼產生 主要就是說 我們剛剛不是有串列嗎 這個ET的話就一個串列 那如果將來我要這個串列裡面的 第一幾欄呢 我要這個編號0 那從1 1、2、3、4 1冒號 有沒有 1冒號4 4喔 所以就5 所以如果我假設我要這個串列裡面的 某個範圍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用什麼 類似之前用過的 D幾欄到D幾欄 所以喔 如果我要的欄是 這個是第二欄嘛 應該也是從1開始 到第四 這個應該要1、2、3、4 到第四停下來 所以我後面加個5 5就停下來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Data 前面要0 所以喔 我如果要把它轉存為Excel的話 那我需要第一個 就是一個Data 中間那一塊 那Data是什麼呢 其實Data實際上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用Append 把那個列2裡面的第二欄 到第五欄 有沒有 所以-1 所以是1到4 所以到哪裡停下來 到5停下來 有沒有 那就是 我從第二欄到第五欄的資料 那我就先把它放到Data裡面 有沒有 所以Data.Append 一個一個 Data就有了 再來的話呢 Index Index其實就是 我的第一欄 第一欄 第一欄叫0 所以我前面這邊的話 就是Append 列2裡面的0 所以喔 其實就是把剛剛那個列2 拆成前面跟後面 前面就是Index 後面的話呢 就是這個Data 所以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應該是 中國阿虎這個地方 有沒有 中國阿虎 第二欄從1開始 到第五欄的話 應該變到4嘛 所以到5的地方停下來 所以他得到就是1到4 OK 那這個 理論上就是 如果欄的話 就要加1 所以應該是第二欄 到第五欄 OK 那得到了喔 那最後的話呢 還需要一個Colence 所以Colence 我有時候比較拖欄一點 就是直接自己建好了 有沒有 直接自己建 如果自己要去抓 可不可以 可以啦 但是你可能就是要自己去 從那個Key裡面 去抓一個Key 然後呢自己去拆分啦 OK 然後最後的話 一樣 引用那個Pandas 然後呢 把那個Pandas裡面 SPD 裡面有個方法叫 Data Frame 把上面這三個東西 Data Index Column 給他 然後會產生一個叫 這個DF的一個物件 那最後的話呢 我就利用它一個方法 叫ToExcel 存檔成PM25.Excel 大概就這樣子 這上禮拜有做過喔 所以以後你甚至可以把它當範本 反正以後呢 如果你想要 存Excel 記得啦 這個方法應該是 目前想到應該相對簡單的 那你說老師 那還有沒有別的方法 我跟各位講 至少有10種以上 因為喔 在Python 這個Module裡面 能存取Excel的 太多了 真的不升美局 可是到底哪一個好 所以跟各位講 目前來看喔 其他如果你不想要知道那麼多 那你先把那個Pandas 這個先把它記輸 不過我跟各位講 太多了 每一本書寫的也都不一樣耶 他們用的模組也都不一樣耶 到底哪一個好 哪一個不好 我後來發現 我每天都要去試 試完結果 還是這個好 所以那些都把它丟掉了 OK齁 那我現在做什麼 沒有浪費時間 所以有的時候 我還很希望說 前面有人乾脆先碰我 結果有點像我走半天 齒路不通 又走回來了 OK齁 所以最好有人在前面 幫我當前導車是最好的 測試完告訴我結果 不然有時候我覺得做 做神社開發最累的地方 其實都是在試耶 OK 所以有什麼方式可以幫 讓你不要花時間試 應該是最審視的方 所以怎麼判斷哪一個是最簡單 好了 我目前發現這個應該是相對簡單的 但是如果未來你們假設有發現 比這個更簡單 也歡迎各位告訴我一下 老師我後來發現 有一個新的module 或者有哪一個module 比這個更簡單 什麼都不需要 OK 不過我發現 這個Pandas 這個模組 它最近有更新了 然後呢 它這邊圖有圖resel之外 它其實可以把tool改成read 底線 然後read 裡面好像一個新的方法 叫readjson 也就是說呢 Pandas本身也有一個方法 叫read底線json 然後你把那個json檔丟給它 然後呢 它馬上進來的東西 就是已經是data frame了 OK 所以它那個方法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我發現那個方法好像可以 OK 只是說這個 這個可能還是要自己 自己稍微踹一下 也就是這邊 你可以把tool改成read read的底線json 然後呢 給它網址 然後read進來之後呢 你再把它tool e-sale 那更簡單 OK 不過這個可能要自己踹一下 好 那最後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 看一下有沒有結果 那這邊有沒有Permission L 沒有 這個是Pandas的 全線錯誤 為什麼全線錯誤 因為我e-sale是開啟狀態 所以我必須把這個關掉 不然它寫不進去 因為我已經把它hold得住了 所以我必須把PM25這個關掉一下 好 然後再來試 這個把它關一下 這個叫Permission Permission的全線 所以我把它關掉 直接執行一下 那這樣OK了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理論上在根目底下 應該也會有一個叫PM25.1-sale 打開看看 那如果A1沒有東西 那表示應該是Pandas 沒錯 A1沒有東西 然後這個地方 A欄這個地方就index 這個就colons 中間這一塊呢 就是data 那就完成了 我覺得規則還蠻簡單的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你不想要知道太多東西 照這個方法做應該就OK了 那待會的話呢 我先用畫圖 那畫圖的話呢 當然我們前面講過 我必須提供給它兩個欄位 那可以畫直條圖好了 可是要怎麼畫呢 其實方法跟上個禮拜差不多 所以第一個喔 當然你可以先拿上個禮拜的那個圖來串出來看 一樣是需要兩個串列 所以兩個串列的話呢 那當然呢 我們會需要什麼 第一個串列就是哪一個側站 不過我是建議啦 因為看起來好像總共有78個側站 如果你全部要畫進來好像太多了 所以我乾脆先塞個10個側站 所以先抓那個第一個側站到第10個吧 然後把PM25的資料給 所以其實需要兩個資料 兩個index 所以兩個 第一個index 第一個的話是這個 2到11 到永和好了 然後第二個資料是它的PM 這樣畫個圖好了 那我如果希望畫成直條圖 那到底一樣 還是需要兩個串列 所以如果你假設沒有辦法產生兩個串列 你也畫不出來 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是Python裡面不會串列還是麻煩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先把那個 就是剛剛的資料 Jason的資料 轉存為esale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如果我想要畫直條圖的話 有沒有辦法 快跑